张淑珍 六十四岁 现居住长春市丧偶 市政府管理局厨师退休 退休金四千元 住房面积九十平米 张阿姨和红娘约在了自己儿子公司见面 平时没事啊 张阿姨就在这里帮忙打理打理 说话的功夫啊 红娘赶紧下楼去接 刚到张阿姨家楼下的高叔 这是小狗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 这是大小的 高正情 这狗是不掉毛吗 掉 掉毛了 这狗是弄掉毛了 这狗是弄掉毛了 真是 这狗是不掉 这个狗已经十二三岁了 大一个很多年 所以我见第一个也不知道长啥样 一边瞅了可能有点 有点那啥 我这个人感激的程度可能比你这个还感激 就我 就我 我这狗太烂了 你这狗太烂了 你这狗太烂了 你这狗太耿直了你 不是 我这人狗话话就是真的 喝过热的 我家你看我一个人啊 你看我那厨房 我说八八个女婉女 太疼了 你这狗太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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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熟啊 就是这么一个直率的人 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真有点为高熟捏把汗呀 单位破产 退休了 要不工资顶 我工资告你 两千四百块钱 你知道我能不能养掉你 你就说话就行 你要是说养不了 就不能谈了 你退休工资多少钱 我收钱的 不 你退休工资是你的 你可以存钱的 为什么叫你存钱的 我有个说话 这个一旦有大病 我负担不起 我就善于表达 我跟你说话 我不想要是长的业的 我的原因就是 行就是行 不行那倒 要奔钱的肯定我不行 奔房子也不行 我要 我这个人啥也不问 他有个说话 我还得跟你说 有东西话说在面上 你要是旅行 你抽烟吗 我不抽烟 那我抽烟呢 哎呀妈 抽烟我 你不行我接受不了 你先说你刚刚有啥疑问 他告诉我 我不说 那我就不说 抽烟我接受不了 不行 那我 我不抽烟我训练 我觉得 性格有点急 我说会抽烟吗 拿帽就要抽 你不关心 你抽烟我最好旅游 我最好旅游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半截话 旅游 咱们先讲开 非语 讲啥 我给你讲开 我负责不起 就是超过五百块钱以上 你五百五百一千还可以 你要是八百 这哪一千六 咱去了我的工资两千四 咱负责不了 咱之前 昨天你还跟我说一千能接受呢 不行 今天咱就五百了 喝谁 喝谁 得喝谁 不行 啥叫得喝谁 我不说了 这东西卖不了 要做一百 你就来都来了 咱就把话都落名了 哎呀五百 就是五百 我订了 订了一千 他的东西高 我说我不能够负责任务 如果我拿一钱不用吃了 他自己都不够负责 不玩了 那他不是啊 他不在乎你这些事 不是 不在乎 不在乎 这会儿我把留钱花光了 他的工资不往处忙怎么办 你会跳舞吗 跳舞吧 你要是能带我 我也能跳 但是呢 我要没人带我自己吧 你会跳啥舞吗 就教育舞 会抵的 我没告诉你嘛 带我就能会 带我查我都会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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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带我 没人带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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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人嘛 我跟你说 我去相亲 我都 我的成性都老大 走啦 都这么大岁数跳啥 你说得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得帅气吧 老了也都不帅 也都爆看了 先出去看看 行 哎 是气转叙叙的 还动的 老长时间你跳 你跳脚子 行 站动的 我停留了